这次来到林仓的晚瑶村 体验这里的土陶记忆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我们老祖宗来开天聘地 做了一个新菜馆 我们就经营了三四百年 到了我们这一代开始 把它转型转长了 那我们接下去几百年 也可以研究它们 这就是古法的柴窑相当于 对 然后现在柴窑跟这个 不一样 就又不一样 不一样 这四岁就会做了这个 因为大人天天在做 我们就在旁边在 就天天看着 天天看着 就自然而然的话 它就 就是耳入木耳 跟我们杨老师 学习了很多这里的土陶记忆 那么我觉得一是让我 回忆起了儿时的一些美好的片段 那么在这儿学习这个土摇 我觉得很有难度 果然就是这个大师啊 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我这一辈子 差不多我这已经是半辈子的 心血就交给了这个人 那我肯定为了我这一辈子的想法 所有的 凡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这个桃 那为了我们网约土桃的话 可能要见一点微薄之力吧